等我出现在医院的时候,杜琳已经躺在ICU里了,可笑的是,杜琳妈竟然和杜琳的小三站在一起,旁边还有杜家才满一岁的小孙子,也就是我老公流落在外的那个私生子。杜太太是哪位? 哎,我刚想开口,杜琳妈就拉着小三忙凑了过去,可笑,杜琳四肢不薄,都快变成人质形状了,这老太婆还有心思瞪我呢?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能转入普通病房啊? 医生服了服眼镜,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病人大概率抢救不过来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吊着。杜琳妈和小三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倒下,我看着都想上去服服他们俩。 治疗费的话,一个月最少三十万,谁是病人妻子?你们? 一听说要钱,这两个女人纷纷地深吸了一口气,杜琳妈嘴唇颤抖,眼睛通红,你这个毒。 我没给她说完的机会,直接熬的一嗓子扑了上去。 我可怜的老公,救,必须救,必须给我老公用最好的药。 开玩笑,杜琳这时候怎么能死? 小情人,私生子都在场,现在死了。 我的遗产不是要少一大半,医生和旁边的小护士皱了皱眉。 女士,您考虑清楚,一个月三十万支是保守估计。 我攥着医生的胳膊放下豪言,必须治。 就算是还有一口气,都不能放弃。 就算是为了给我争取转移资产的时间,杜琳你也必须给我撑住了。 小护士悄悄地拉拉我,姐,这时候可不能恋爱脑啊。 你老公都出轨游小三了,恋爱脑是要去挖野菜的。 我一脸背切地摇摇头,周围的医生和护士都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开玩笑,和杜琳几个亿的遗产比起来,三十万我还是能出得起的。 杜琳妈被这个噩耗吓得昏了过去,小三也哭得一副缺氧。 等人都走干净了,我才淡定地擦了擦眼泪。 看着病床上面色苍白如纸的杜琳,我嘖嘖地摇了摇头。 英年早逝,可悲可叹啊。 老公,你的小情人他听说你成了植物人可心疼坏了呢。 可到头来,还不是要我来给你筹集医药费吗? 筹集医药费的第一步,卖房子。 我联系了房屋中介和买家,直接去了杜琳小情人住的那套房子。 杜琳在这个小情人的身上一向舍得花钱。 他住的地段甚至比我们的婚房所在位置还要好上一些。 别墅大门被我用钥匙打开的时候,小情人愣住了。 蓝碎,他把孩子藏在自己身后,你想干什么? 别以为杜琳不在,你就可以乱来了。 我翻翻白眼,私生子而已,谁感兴趣啊? 现在已经不是古代了,不兴正房把小妾的孩子抱走自己养的那一套。 我摆摆手,房屋中介和买家才一起进了门。 这房子我现在急需脱手,你们需要的话,价钱好商量。 房屋中介和买家在别墅里转了一圈,那小情人才琢磨过味来。 他扔下孩子,把我们揽在楼梯口。 哭肿的眼睛狠狠地瞪着我。 蓝碎,你有什么资格卖我的房子? 我笑了,直接把房产证在他面前晃了晃。 你说呢? 白薇,这是我老公的房子,是我们的夫妻共有财产,我为什么不能卖啊? 白薇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这套房子是杜琳偷偷地买的。 你也说了,这房子是杜琳的? 我懒得理他,直接带着买家在一楼转了转。 天天白薇上来了驴脾气,就差抱住我的大腿了。 我沉了沉气,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白女士,这是我老公的房子,那请问你为什么带着孩子在这柱里? 白薇梗了梗脖子,一时间想不出来措辞。 没办法,无论什么时候小三都上布的台面啊。 现在,我老公昏迷不行,一个月三十万的治疗费我去哪儿凑? 这房子真的不能让你住了,我不能让我老公在医院里面等死吧。 我带着买家,在二楼又逛了一圈。 人家听说我是家里有急事才卖房子,当场就给了八百万。 白薇一口气没提上来,差点昏过去。 蓝碎,你,你,你别欺人太甚。 我微微一笑,哦,对了,三天之内搬出去哈。 家具一概不许带走,我都一并送给新的房主了。 如果后续发现哪里有损坏的话,我会联系你照价赔偿的。 白薇气得捂着胸口,连连大喘气。 蓝碎,你会遭报应的。 我耸耸肩,无所调位。 老公即将英年早逝,这不就是我最大的报应吗? 白薇不依不饶,就连我的买家都看不下去了。 买家也是一位豪门里的太太。 这点乱遭关系,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小姑娘,我看你年纪不大,劝你还是学学那些好的吧。 年纪轻轻破坏别人家庭,还搞出来个小的,这样很缺德的。 白薇的脸青一阵红一阵,看得我连连抿着唇忍笑。 报应不爽啊。 收拾完小三,心里只有一个爽字。 不过踩出了别墅的门一会儿,手机就响了。 看着杜琳妈的来电,我冷笑一声,白薇告状的速度够快的。 不过我这婆婆居然明目张胆地帮着小三欺负原配,这是哪里的道理啊? 蓝碎,我儿子才出事你就开始卖房子,你安的是什么? 为了堵住杜琳妈的嘴,我抢先开口。 妈,我正准备找你呢,你就在医院吧。 我要去医院交医药费呢。 当着杜琳妈的面,八百万一分不少地进了医院的账户。 医生,我们砸锅卖铁也要给我老公治病。 说这话的功夫,白薇也姗姗来迟。 看着他怀里才一岁的儿子,我就无奈。 带着个仔仔四处奔波干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给杜家生了孙子。 麻烦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我先交两年的费用。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最贵的要一个月五十万。 还差三百万? 我才说完,白薇就惊呼了一声,什么药居然要这么多钱? 我垂眸挡住了眼中的不屑,立马做出了委屈状。 杜琳妈,我只是想让杜琳接受最好的治疗。 毕竟他是咱们杜家唯一的男人了呀,难道您想放弃自己的儿子吗? 杜琳妈闻眼拧拧眉,随即就瞪向了白薇。 怎么?三百万都不舍得,你想让我儿子去死。 白薇脸色一白,连连道歉认错。 我笑了,在这个家里,白薇能靠得上的就只有我杜琳妈了。 那房子?我顺势接上了白薇的话茬。 妈,恐怕您住的那个房子也得卖了才行。 杜琳妈老脸一沉,想到我的眼神藏不住。 我忙不迭地低头解释, 妈,刚刚医生说了还差三百万。 没等杜琳妈说话,白薇就立马反驳我。 你和杜琳在一起这么久,难道就没有存款吗? 现在出了事,就想卖房子。 果然还是年轻人的脑袋转弯快一些。 我善善地看了看旁边的医生,神色有些尴尬。 你不知道,我还不是听妈的话吗? 家里的钱一直都是杜琳管着的。 公司那边我也不懂,家里是有点钱, 但是现金流还远远不够。 妈,您说是吧? 杜琳妈的家庭地位被我抬高了不少, 我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杜琳妈拉不下来脸,拒绝我卖房子了。 我痛快地联系房屋中介,当天就把钥匙交了出去。 至于杜琳妈,我让她搬到了另一幢别墅里。 妈,您就先在这儿住吧。 这栋房子我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卖, 白微皱眉打亮着我。 那你怎么不卖这房子? 干嘛非卖了我们住的? 我暗暗地翻个白眼。 废话,这是我的嫁妆,属于我的婚前财产。 就算是杜琳嘎了,分遗产也分不到我这里来, 卖个屁啊。 你们也看到了呀,这房子的地段不好, 卖不上价钱。 更何况,这套房子卖掉, 治疗费仍然不够,难道再卖一栋? 把房子都卖了,大家都没有住的地方吗? 这两人大概是有点被我卖怕了, 立马就都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收拾完了,这两人我心情大好, 一路哼着小曲就回家了。 相分,红酒,钢琴曲。 结婚以后, 我第一次觉得这世界竟然这么美好。 休息了两天后, 我又惦记上了杜琳的那一大堆跑车。 这男人收藏跑车游饮, 甚至还有几台限量的呢。 在车库里看了一圈后, 我摸了摸下巴。 这些车平时杜琳宝贝得很, 寡蹭一下都要心疼好几天呢。 我要是把这些车卖了, 它是不是能气地从病床上跳起来? 不过,卖卖卖,全部低价卖。 我不在意赔多少钱。 反正就算不卖, 搞不好也会便宜了小三 和我的那个是非不分的恶杜琳妈。 所有的车全部出手后, 手里又多了两千多万。 不过我留了个心眼, 让人都转进我妈的账户里去了。 我正盘算着后半辈子怎么逍遥呢? 电话响了, 看到是那个熟悉的号码。 我正金微作, 徐医生。 没错, 就是杜琳的主治医生。 蓝女士您好, 咱们的合作您没忘记吧? 一千二百万中除去第一个月的五十万, 还有一千一百五十万。 我笑了笑, 就喜欢和这种懂得变通的人说话。 当然记得, 一百五十万归医院, 剩下的一千万, 麻烦您转进其他账户里。 白白地把一千二百万扔在杜琳身上打水漂。 我看起来像是那种大冤肿吗? 更何况医生已经说过了, 杜琳这种情况压根就没有救的必要了。 三千万已经在手里了, 但是还远远不够。 杜琳家大业大, 每个月给白薇的钱都不止一千万, 只因为白薇生了个儿子。 但其实, 谁没有呢? 要不是当初我怀孕的时候被杜琳妈恶意地使唤着做家务, 伺候她导致流产。 现在我的孩子都已经有三岁大了。 当初杜琳说什么, 孩子以后会有的, 但你伺候不好我吗? 你别想好过。 想到这里, 我想杀了杜琳的心都有了。 因果总有报, 现在终于轮到杜琳不好过了。 在她还活着的时候, 我要好好地把属于我的东西统统地都拿回来。 一分都不会给她剩下。 我去了杜琳的公司, 甚至直接找到了她的死对头江哲。 杜琳和江哲合伙开的这家公司, 但因为利益分配和经营理念上的问题, 昔日的好兄弟现在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见到我时, 江哲惊讶地挑了挑眉。 我们见过几面, 在他们还没有闹掰的时候。 蓝碎, 杜琳跑去养小老婆了, 你在这儿找不到她。 我自顾自地拉开椅子坐下, 她老老实实地在医院里躺着, 还用我找她。 江哲的眉头皱了皱, 给我递水的动作稍微地僵硬了些。 她怎么了? 已经很多天没来公司了。 杜琳出事后, 公司同事们也都不想管不想问, 这其中也包括江哲。 也能看出来杜琳到底有多不受欢迎, 但这些我不管, 我是来卖股份的。 江哲当然乐见其成, 等我从公司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账户里多了一个亿, 另外的两个亿到了我妈的账户里。 江哲想让公司完全姓江, 就不得不配合我。 明面上, 我以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 把股份卖掉了。 实际上, 另外三分之二的钱江哲 已经偷偷地转给了我妈。 就算杜琳现在醒过来, 也是一枚房, 二枚车, 三枚钱的穷光蛋。 哦不对, 他还有一个乳秀未干的儿子 和一个等待赡养的老妈。 不过当天晚上, 这一家子就直接杀到了我面前。 杜琳妈和白威已经气疯了。 两个女人头发凌乱地 站在我家门口, 砰砰砰地踹门。 蓝碎, 你现在立刻马上就给我滚出来。 你这个白眼狼, 你这个黑心肝的王八蛋。 我儿子还没死呢, 你就惦记他的财产, 你是怕没命花了吗你? 泽泽, 听听这骂的, 真没素质。 我小跑着去开门, 又凌厉地躲过了杜琳妈送上来的大巴掌。 不过他的巴掌也没落空, 直接甩到白威的脖子上了。 白威疼得直咧嘴, 看起来应该是用了不小的力气。 小贱人,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卖我儿子的股份干什么? 白威跟着拱火, 这么半天才开门, 你是不是在家里藏人了? 我冷眼看了看他, 笑死, 一个小三是怎么说出来这种话的? 这两人说着, 就在我家里四处翻找了起来。 我无奈地倚靠在餐桌边, 任由他们两个胡闹。 反正也是秋后蚂蚱了, 想蹦跋就蹦跋几天吧。 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 也一无所获的时候, 杜琳妈瞪了瞪白威。 蓝碎, 你卖股份到底是安的什么心? 我低头在眼角处抹了两下。 杜琳妈, 公司那边的事我不懂, 就算有股份我也是有心无力啊。 再说了, 江哲那个人你知道的, 现在把股份卖给他, 总比到时候被他一点点地吞掉的好吧。 杜琳妈皱眉和白威交换了个眼色, 江哲和杜琳水火不容。 白威应该是知道的, 那钱呢? 听说你卖了一个多亿, 把钱给我。 这是我儿子的钱, 你别想着给我独吞。 白威的眼睛控制不住地发亮。 杜琳现在已经是只有一口气吊着了, 以后这钱搞不好都是他和他儿子的。 然而, 我只看了看, 他们就两手一摊。 没有了。 杜琳妈和白威敖的一嗓子就差先房顶了。 没有了。 一个亿的钱说没有就没有了。 你骗谁呢? 一个亿有那么那么多钱呢? 就算给你, 你会花吗? 我委屈地看着杜琳妈, 就算有一个亿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杜琳之前和我说过一个能盈利很多的投资项目, 我已经把钱投进去了。 白威的声音有些颤抖, 一个亿啊, 你都花了。 我极其真诚地点着脑袋回应她。 杜琳妈深呼吸了一口气, 脸上的肉都在颤抖。 你还狡辩? 要不是你从中搞鬼, 为什么你二姨、三姨一家, 全都被公司开除了? 哦, 我顺便和江哲提了一嘴。 这些亲戚都是公司的蛀虫, 留着也没用。 只是没想到江哲动作这么速度。 妈, 这我就真的不清楚了。 现在公司没有了咱们的股份, 江哲还能留着咱家的亲戚啊。 你, 你, 杜琳妈捂着胸脯, 白威连忙扶着人坐下。 茶几被杜琳妈拍得砰砰坐响。 真是杀千刀的, 我儿子才倒下, 你就变着法的变卖家产了。 白威瞪着我, 报警, 他就是个家贼。 警察来的时候, 杜琳妈颇有一副 见到了青天大老爷的架势。 警察同志啊, 你们可算来了。 他偷钱, 他偷了我们家一个亿啊, 警察同志。 试问哪个警察看到泪眼婆娑的老人, 能不心软? 你, 过来。 我被呵斥了, 立马挤出来两滴眼泪做委屈状。 警察叔叔, 您误会了。 白威和杜琳妈两人同时, 马力全开。 叽叽喳喳地一痛下来, 警察直接大手一挥, 把我们带回去了警察局。 有生之年, 我还是头一次坐警车呢。 你们谁能不吵, 谁就说话。 杜琳妈和白威一张嘴, 就被呵斥了回去, 只有我默默地举起了右手。 警察同志, 这是我的婆婆, 这是我老公的情人。 我老公生死难料, 为了救他我能卖的都卖了, 可他们。 我想尽了毕生难过的事情, 才勉强地红了眼眶。 他们居然说我偷钱。 警察们对视了一眼, 白威顶着情人的帽子, 腰杆子怎么也没有钢材值了。 只有杜琳妈,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 他的把桌子一拍, 警察的记录本都颤了颤。 你少给我满嘴放屁。 警察同志, 我们家的股份被他卖了一个亿, 他把这一个亿都私吞了。 你说, 这是不是贼? 我告诉你兰岁, 我儿子的家产你一分钱都别笑想。 我默默地色缩了一下肩膀, 没说话。 杜琳妈拍桌子的后果, 就是被严重地警告了一番。 蓝碎, 那一个亿的去向, 请你交代一下。 看着白威和杜琳妈凶神恶煞的目光, 我叹叹气后, 掏出来了手机。 警察同志, 我真的投资了。 手机里是一段监控视频, 视频中的杜琳还健健康康的。 那时候他哄我, 碎碎, 这个投资真的稳赚不赔。 你陪着我白手起家, 难道还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公司的事, 我早就已经不想管了, 等这笔项目赚了钱, 我带你去马尔代夫度假好不好。 视频里的杜琳的清楚明白。 从侧面也能看清就是杜琳本人。 播放完后, 我的眼泪也如点睛之笔似的掉了下来。 我老公生死未卜, 我就是想在他临走前完成他最后的愿望而已。 妈, 我有什么错? 杜琳妈正愣着说不出话来。 反观白威, 他双拳在一起紧握着, 脸色煞白。 整个人宛如被抽干了力气, 成了一副空壳。 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场投资, 从杜琳哄我的时开始, 就是个骗局。 是这对肩夫淫妇一起做的局。 那时候杜琳和白威的事情已经被我发现了。 杜琳和我发誓, 说已经和白威断绝了联系, 以后要更加努力, 让我过上最好的日子。 但实际上, 这场投资是他精神设计, 为了转移资产的局。 为的就是让我离婚后一毛钱都得不到而已。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我和被投资的这一伙人也同样地谈了条件。 杜琳给他们的三百万的好处, 我给了五百万。 笑死, 杜琳和白威算来算去, 却是为我做了嫁衣。 要不是有这场投资, 恐怕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转移这么多人民币呢。 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要好好地珍惜, 你儿子现在还生死未卜, 他尽心尽力。 已经足够好了。 警察说着, 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白威, 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谁不知道, 一个外面的小三竟然叫嚣着让妻子把钱拿出来, 能是什么好人。 从公安局出来之前, 杜琳妈被警察教训了一番。 我们一起去了医院, 当着这两个女人的面, 我又单方面地和杜琳演了一把好抗力情深的好戏。 至于那笔投资, 当然是毫无意外地出现意外了。 才短短两天的时间, 投资方那边就宣布了破产, 和一个亿资金一起打水漂的, 还有我现在住的这栋别墅。 当然了, 钱在三天后, 又以另外的名义 出现在了我妈的账户里。 到目前为止, 杜琳的家产已经被我转移得一干二净了,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外债。 杜琳还平静地在病床上躺着, 全身上下都缠满了绷带。 病房里静得只能听见一气滴滴滴的声音。 主治医师和护士悲切地看着我。 兰女士, 您丈夫恐怕抢救不过来了。 我紧攥着拳, 心里百感焦急。 现在也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还记得当初结婚的时候, 这男人拉着我的手说, 此生只爱我一个人呢。 后来发达了, 就把我这个糟糠之妻给弃了。 我抿抿唇, 才闷闷地开口, 那就拔管吧。 氧气罐拔下来的那一刻, 我亲眼看着杜琳的心跳 渐渐地成了一条平线。 我深呼吸一口, 这么多年的是非恩怨, 此刻算是了结了。 杜琳辜负了我, 但这结局却待我不薄。 这么多的遗产, 就算是杜琳妈 给我那没能出生的孩子赔罪, 就算是杜琳为她婚内出轨, 算计枕边人的忏悔吧。 这些都是她应得的。 杜琳要被推出去的时候, 杜琳妈和白薇 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我的儿子,杜琳, 我孩子的爸爸呀。 两个女人哭得稀里哗啦, 鼻涕直流。 杜琳妈哭了几声, 觉得不解气, 当即就冲我扑了过来。 你这个扫把星, 当初我就不同意 我儿子娶你进门。 现在好了, 你把我儿子渴死了, 死得怎么不是你呀? 痴情的人设立了这么久, 最后关头我怎么能崩塌呢? 我没跑没躲, 硬生生地接下了 杜琳妈的巴掌。 毕竟这和几个亿的资产相比,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不过周围的医生和护士 马上就看不下去了。 杜琳妈被主治医生拉开。 当时劝我不要恋爱脑的小护士 又挡在了我身前。 阿姨, 您这么大年纪 真的有点是非不分了。 我们都看得出来, 您儿子的情人 这不是就在这儿吗? 这位姐姐已经人质易尽了, 现在把管 真的是无能为力。 呜呜,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家丑被人当众抖搂出来, 杜琳妈自觉没脸当场发飙。 你说什么呢你? 这里有你说话的范儿吗? 没一个好东西, 我儿子死了, 你们都有罪。 我默默地扎扎嘴巴, 忽然有点同情白威了。 以后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赶紧把我儿子就回来, 不然我就去告。 话说到这里, 杜琳的主治医生 终于忍无可忍地 吼了一嗓子。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你儿子才走, 你这个当妈的 是不是铁了心 不想让你儿子走得安心。 耳边煞时间就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杜琳妈的乌叶声。 我默默地给那医生 竖了竖大拇指, 妈, 您节哀吧。 白威盯着我看了片刻, 随后又拉着杜琳妈坐了下来。 蓝碎说得对, 现在要紧的是把杜琳的后事处理好, 咱们在医院交的钱, 不是还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吗? 这白威还真不简单, 还记着这件事呢? 一经提醒, 杜琳妈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对, 我儿子只坚持了这么几天, 第一月的五十万 就当我们做慈善了, 1150W赶紧退回来呀。 钱呢? 医生? 快点把钱给我退回来。 我归缩在旁边没说话, 下面就得由医院解决了。 主治医生又被杜琳妈给喊了出来, 只不过出来时, 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 这位夫人, 当初我们都是签了合同的。 您儿子用的药都是进口的, 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交了的钱一概不退。 不然您让我们买来的药 卖给谁去? 杜琳妈猛逼了, 白薇这下也彻底地急了。 不可能, 我们怎么不知道 还有这回事? 你们这根本就是霸王条款。 白薇把合同抢过来翻看着, 越往后看脸色就越实苍白。 看到最后, 她把合同一把摔进了我的怀里。 蓝碎, 你这么大的人是干什么吃的, 交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 老娘不忍了, 我勾着唇角把合同整理好, 跟你商量。 什么时候正妻做事, 还要跟你这个小三商量了? 是不是还要跟你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商量商量, 一会儿把杜琳埋在哪儿?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 白薇被我说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不过此刻真的没有了钱, 她也顾不得脸皮了。 我儿子就算见不得光, 也比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强。 你是白痴吗? 签合同的时候, 不知道好好地看看, 我环碧上下打量着她。 杜琳出事的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急过, 现在没钱了, 开始狗急跳墙了。 亏杜琳还一直因为你和我吵架, 不是说你爱她爱得死心塌地的吗? 现在到了你表忠心的时候了, 杜琳的妈和儿子, 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杜琳妈的目光在白薇的身上打亮着。 白薇一阵气劫, 指着我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我懒得和她多浪费口舌, 踩着高跟鞋就直接走人了。 毕竟亲妈在, 浓情蜜意的情人在, 还有私生子。 杜琳应该也不想让我再送她最后一程了吧。 杜琳成辉的那天, 我正在家里数钱。 好吗? 一下成为妥妥的富婆了。 我用笔尖在屏幕上数着余额里面的零。 正认真呢, 我居然收到了法院的开庭通知书。 原告冯沛杜琳妈要求平分遗产。 杜琳妈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妇女, 能想到这些一定是白薇出的主意。 我摸着下巴反思自己。 究竟是哪一步出错了, 竟然让白薇觉得我这里还有钱呢? 哦,对了, 还有那一个意的事没告诉他们呢。 白薇大概是走投无路了, 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那一个意上面。 开庭当天, 杜琳妈带着律师和白薇穿得无比正式。 小贱人, 你怎么把我儿子的家产吃进去的, 今天就给我怎么吐出来? 我的额头上默默地落下了三道黑杠。 果然, 法官都已经黑脸了。 原告, 保持肃静。 其实, 我本还考虑以后按月地给杜琳妈赡养费的。 可她却偏偏要跟着小三, 把自己的前路全部堵死。 双方坐后, 不等律师说话, 杜琳妈就按捺不住了。 小兔崽子, 今天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分钱。 别说法官, 原告律师都面色尴尬了。 我静静地坐着, 只有我的律师替我发言。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钱已经没了。 然而杜琳妈不相信啊, 她甚至都拍着桌子站起来了。 任由法官把小锤子敲得砰砰响也没用。 那你少满嘴跑火车。 我儿子的股份被你卖了一个亿, 你告诉我没有了。 见这架势, 没人能控制得住他了。 我也只好耸耸肩。 实不相瞒, 杜琳生前看中的那个投资失败了。 杜琳妈身形一晃, 差点没站住, 只有白薇紧咬着下唇, 眉头皱得死死的。 你说什么? 怎么会失败呢? 那不是我儿子看好的项目吗? 我扫了白薇一眼,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是公司破产了。 一个亿都没了。 什么, 杜琳妈的嗓门瞬间拔高? 才这么几天, 你就把我儿子的家产全都败光了。 我垂眸没说话, 默默地在心里纠正她的措辞。 是转移了, 不是败光了。 不然, 我真的要把夫妻共同财产 分给小三和私生子吗? 不好意思, 我又不是圣人。 杜琳妈被拉着坐下, 对面的律师才有机会发言。 被告主张投资失败, 请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我早有准备, 直接让律师把证据交给了法庭。 当初杜琳既然选择了那伙人, 那伙人的手段自然过关, 见一个亿没有了希望。 白威又拼了命地在下面给杜琳妈提醒, 房子, 房子, 则, 这女人是真当我龙啊? 对, 房子, 没有钱了, 还有房子呢? 我烦闷地撑住了脑袋, 我现在住的那个, 也没有了。 当初投资的时候, 一并抵押给了银行。 杜琳妈的手, 渐渐地捂在了胸口上, 有些抓狂。 那, 那, 还有我现在住的那个小别墅呢? 我, 我微微一笑, 那个暂时没事, 杜琳妈像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我就要这。 话没说完 我的律师又拿着房产证 当众展示了一圈 不好意思 那栋小别墅虽然没有被收走 但那是蓝碎女士的嫁妆 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 你们无权分割 我适时地补充上了一句 麻烦你一天之内搬出去哦 这下别说是杜琳妈 就连白威都蠢蠢欲动 克制不住情绪了 他气得一脚踹在了旁听席的桌子上 法官眉头一皱 警告一次 再有下次我会请你出去 我冲着白威礼貌地笑了笑 据说这女人和杜琳感情 要好如同秘里调油 现在杜琳人没了 还一穷二百 不知道她还会不会依然深爱杜琳 抚养她唯一的血脉呢 杜琳妈受的打击太大了 终于有了我说话的机会 我向法官示意后站了起来 其实杜琳现在也不是一无所有 如果你们执意要分遗产 确实有的可分 白威和杜琳妈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少废话 我就知道你是装的 律师和我交换了个眼神后 又递上去了一部分材料 杜琳生前总是喜欢折腾 开公司之余还买下来了一个酒吧 据说她和白威就是在那家酒吧里面认识的 原告的儿子生前经营酒吧不善 亏损了150万 目前还处于欠债的情况 如果要求平分的话 原告以及原告主张的亲孙子都要承担一部分 两句话下来 杜琳妈和白威都疯了 不过法官不管 直接按照法律条例平分了债务 一人五十万 从法院走的时候 这两个女人像是疯了似的朝我扑了上来 蓝碎 我今天跟你同归于尽 这里是法院 在法院挨揍 还能有天理了 我把腿就跑到了警务的身后 边跑边喊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要谋财害命了 警务想要把杜琳妈抓起来的 但前一秒还见不如飞的杜琳妈 下一秒居然晕倒了过去 还不偏不倚地躺在了白威的怀里 蓝碎 你看看你啊 你老公刚走 你就把妈气得晕了过去 我半眯了眯眼睛 看见杜琳妈微微地颤抖的眼皮 直接撸起来了袖子 我来 掐人钟 还没等我使劲地掐 杜琳妈就疼得爱忧爱忧直叫了 暗处 我看到白威趁着人多手砸 掐了杜琳妈一把 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处理完所有的污糟事 已经是三天后了 我知道杜琳妈是不可能搬出去的 但我早就已经花钱找了几个小混混 她自己不想搬 我有的是办法让她搬 只不过忽然闲下来 无事可做 我反而觉得无趣了起来 我和杜琳大学在一起了四年 刚刚在一起时 我的家境比她好很多 我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毕业后 我就跟着她北漂到了现在的城市 当初年轻 还不理解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的道理 我草草地和杜琳结了婚 我爸妈甚至都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 后来我们的日子渐渐地好了起来 我才开始厚着脸皮回家看爸妈 那时候我才知道 爸妈偷偷地给我买了一栋别墅安身 我当时还笑称 妈 杜琳对我很好的 可惜不到一年 我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杜琳居然出轨了 儿子都已经一岁了 她和我说想要投资的时候 就已经动了离婚的心思 还要转移财产 让我这个糟糠期净身出户 那一刻 我差点万念俱灰 可是想起我那个被杜琳妈 恶意地折腾掉的孩子 我愤怒 我抓狂 随之而来的 竟然又是无尽的冷静 谁也不知道 那天的瓦斯 是我出门前亲手打开的 而去厨房点火 只是因为她刚好有个习惯 在对我心虚的时候 她总是喜欢就躲去厨房抽烟 那天我在出门后 我打电话质问了一下 她有私生子的事 她也如同我所想的一般 去厨房抽烟 打火机点燃的那一刻 房子瞬间爆炸 而我在不远处的五星级酒店 看着这一切 无声地笑了 善恶有报 我和杜琳的恩恩怨怨 就此终了 故事二 我以为我和我老公 会永远地幸福下去 可没想到她的出轨 给了我响亮的一巴掌 离婚后 我的小日子蒸蒸日上 而她只能在街边发传单 后来她找到我 哭着说 老婆我错了 我笑着说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那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我大笑 你再跟我开玩笑 我和齐生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大学一毕业 就办了婚礼 扯了结婚证 到如今结婚五年 这五年 我们感情一直很好 从来不曾真正地红过脸 可谓是羡煞旁人的一 对 我以为 我们会永远地幸福下去 可没想到 她的出轨 给了我响亮的一巴掌 她生日那天 为了给她一个惊喜 需要在外地出差七天的我 在她生日那天赶回来 替她庆生 我精心布置房间 在她下班前 做了一大桌子她喜欢的菜 然而她却一 夜未归 我给她打了无数电话 她都没有接 给她发了无数信息 她只给我回了一条 说跟朋友在外面给 她庆生 不方便接电话 说完还给我 拍了一张 摆满菜的桌子 和一个大大的蛋糕 我当时以为 她真的和朋友在一起 便给她的好朋友 刚子打了个电话 原本只是想叮嘱他们 让其生少喝点酒 因为她胃不好 电话一接通 里面传来剧烈的音乐声 紧接着是刚子 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声音 吵得我耳朵 都疼 嫂子你等一下 我去安静点的地方 过了两酒 喂 嫂子 刚子 我有点是想麻烦你一下 嫂子你说 你哥她胃不好 你帮我看着点 让她少喝点酒 刚子很明显愣了一下 啊 我以为是刚子没听见 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你哥她胃不好 你帮我看 找点 让她少喝点 酒 过了很久 刚子才再次开口 好的嫂子 我喝得有点多了 脑子不太 灵活 不过嫂子你 放心 我们看着我哥呢 绝对不会让他多喝的 虽然刚子这么答应了 但前不久 齐生因为应酬喝酒 未出血 差点死了 想起他惨白的一张脸 和医生给我的病危通知书 我还有点心有余悸 有点放心不下 刚子 你把手机给你哥 我给他说两句 电话里的刚子 支支吾吾 半天也没把电话 给齐生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们不在一起 刚子盲说 在呢在呢 我们在一起呢 我有些不相信 那麻烦让你哥接一下电话 我嘱咐他几句 啊 我哥刚去洗手间了 那他出来你 让他接我电话 哦 好 我等了很久 等得有些心慌 手心捏了一大把的汗 过了三四分钟 刚子带着歉意的声音响起 嫂子 不好意思 我哥他 喝醉了 我刚刚才 发现他在厕所里睡着了 听他说这话 我的心一下凉了 但我还有些侥幸地问 你们是在酒吧里 对 嫂子你放心吧 我绝对会照顾好我哥的 嗯 谢谢你 挂了电话 我思绪万千 刚刚齐生给我拍的照片 很明显 不是酒吧的桌子 但刚子又说 他们在酒 巴里 所以齐生根本没和刚子在一起 没在一起就没在一起 他为什么要撒谎 我就这样做了整整一夜 这一夜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齐生真的 出轨了 不然我实在 想不出他撤谎的理由 其实现在想想 齐生出轨有迹可循 比如从不熬夜的他 开始熬夜玩手机 比以前他打电话会 当着我的面开免提 可现在总会背着我 哟 比如他总是会盯着手机 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嗨 有他身上总是会出现磨 生的香水味道 偶尔夜不归宿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 根本看不出什么 可女人的第六感 真的很准 我以为我会崩溃 可我没有 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我敢在七点前 把所有东西销毁 就好像我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 收拾完一切 我提着垃圾 拉着行李箱出了门 在我家小区对面的酒 便开了一间房 我和齐生有个约定 我不在家的时候 每天上班前 下班后他都会给我打视频 除非有特殊 情况不然雷打不动 我脱掉衣服 弄乱头发 躺床上闭上眼睛等他的视频 果不其然 在八点的时候 齐生的事 瓶来了 我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接起他视频 他穿着我前不久给他买的睡衣 在厨房里做早餐 齐生笑得开心 老婆早 我笑着说 老公早 昨天和朋友生日过得好吗 挺好的 不过 齐生欲言又止 神情垫得落寞起来 我疑惑道 不过什么 他语气委屈 每年都是老婆陪我 今年老婆 你不在 我真的很不开 心 是啊 每年都是我陪他过生日 今年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以为我回不来 所以没回来而已 我语气抱歉 对不起老公 我工作实在太忙了 不过我给你买了礼物 齐生瞬间变得开心起来 真的吗 他前段时间 在杂志上看到一款手表 说这表可真好看 当时他可能也 只是随口一说 不过 我记住了 当时我还幻想过 齐生拿到手表 是什么表情 他肯定会很开心地 抱着我猛亲几口 想想那个场景 我就觉得开心 可现在 我却笑不出来 我点点头 嗯 回来就给你 好啊 那老婆赶紧起床 吃早餐吧 我也该去学校了 挂了电话 我穿好衣服 又急忙回到了工作的地方 三天后 我回到了家 李 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做了一大桌子菜等 齐生回来 齐生进门看到 我的时候愣了一下 然后跑过来抱住我 语气兴奋 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你 不在的这几天 我真的好想你 我像往常一样 宠溺地摸摸他的头 好了 赶紧去洗手 我做的都是你喜欢的菜 吃饭吃到中途 他问我 老婆不是有礼物给我吗 我点点头 齐生把礼物拿了过来递给他 他当着我的面拆了礼物 哇 好好看的手表 老婆帮我戴上 我笑着帮他戴好 齐生的手很好看 配上这手表更好看了 可我突然有些后悔 我有这么多钱 自己吃 自 挤穿 自己玩不好吗 非得讨好别人 一顿饭 我吃得难以下咽 吃完饭 齐生主动要刷碗 这次我没有阻挡 而是笑着 说了声谢谢后 转身回了房间 齐生是大学教授 我觉得他上了一天的课 也很累 所以 所有的家务活 都是我承包了的 可 今天我不想了 我洗完澡出来 就见齐生坐在床边玩着手机 看我出来 他急忙关了 手机 然后拿着手机 要去洗澡 我不解 洗澡拿手机干什么 他神色一僵 犹豫良久 最终放下手机 转身进了浴室 我以前从来没有翻人手机的习惯 但这次我翻了 齐生的手机并没有设置密码 因为他觉得我不会翻他的手机 以前却 实不会 可那是基于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现在他都有秘密了 我为什么不能翻他手机 我看了他所有能聊天的软件 一无所获 可这样我更心凉 因为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也是空空 如也 我刚放下手机做好 齐生就从浴室里冲了出来 这个冲字 我用的一点都不夸张 以往他洗 早最短也得二十分钟 这次不到三分钟就出来 出来的时候 还差点滑了一跤 这让我更加笃定 齐生绝对有鬼 不过我装作没看见 一直低头工作 他翻身上床 悄悄拿过手机 塞在了枕头下 然后手伸进我的衣服里 摸了起来 在他要吻上 我唇的时候 我偏头躲了过去 我累了 齐生一愣 最后只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说了句 晚安便睡了 我看着半张脸 陷在枕头里的齐生 心中无限良意 因为是周六 齐生作为大学教授 不用去学校 我做好早餐 进去跟他说了一声 早餐做好了 你记得起来吃 齐生睡眼惺忪 声音还带着点 刚醒来的沙哑 谢谢老婆 我点点头 转身出了房间 下楼后 我没有立马去公司 而是到了马路队 面低一家小卖铺看见 控 监控里的齐生 已经穿戴整齐 站在门厅 给他身上喷香水 喷完香水环 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直到满意才出了门 我跟着齐生 步行了将近十分钟 最后他钻进了一家早餐店 早餐店很小 即便我站在马路队 面也能一眼看清 里面的场景 齐生进去后 坐在了一个女孩的对面 女孩很漂亮 年纪很轻 看上去像个学生 女孩先是一愣 发现是齐生后突然笑了 笑得很开心 她应该很喜欢齐生 因为从齐生进去开始 她的视线就一直粘在她身上 我不知道 女孩是被齐生骗了 还是明知道她有老婆 也心甘情愿地跟着她 很快她们吃完了早餐 两人一路手牵着手 女孩蹦蹦跳跳地向之小缅 子看着很可爱 过马路的时候 女孩扶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奶奶 过马路 看来还是个新 地善良的女孩子 齐生和女孩 在离阿斯大吉百米的时候 分开了 齐生进了学校 而女孩绕了几条街 进了一个 小区 我抬头看了一眼小区的名字 这里的房租可不便宜 我跟着姑娘进去 看着她进了房子 才转身离开 我其实应该去见见女 孩子就跟电视距离 演得那样 但我还没做好准备 我以为我不在乎 可我发现 我是在自欺欺人 我爱了齐生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不在乎 之前的冷静 只是因为我在侥幸 侥幸是我错了 齐生并没有出轨 可 事实是她真的出轨了 说会和我白头到老 会爱我一辈子的人 竟然出轨了 我突然很茫然 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她真的很爱那个女孩 我到底是要放手 还是继续跟她耗着 男人出轨屡见不鲜 可我没想到 有朝一日 我也会面临这件事 还真有 点不知所措 纠结了几天 逃避了几天 在齐生去别的城市 参培训的时候 我终于鼓起勇气 去见了那个 女孩 因为是早上 女孩刚起床 为湿粉带的皮肤白皙无瑕 吹痰可破 她身上一件黑色蕾丝睡裙 身材极好 如果我是男人 她这样的姑娘 我也喜欢 女孩看见我一脸茫然 请问你是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笑着问她 可以进去吗 我知道这样很没礼貌 但我想看看 齐生喜欢上的女孩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女孩很温柔 也很礼貌 她愣了一秒 然后笑着说 可以啊 一进门 我就看到女孩 随意放在门厅柜上的手表 是我送给齐生的那块 呵 我送她的礼物 转手就送了人 还真是可笑 因为我是做室内装修的 一进去 我就被里面的装修惊呆了 大气 奢华 上档次 还有餐厅里的那张餐桌 我一眼看出 就是齐生那天 发给我的照片上的 那张桌子 女孩很爱干净 脚脚落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 我在转到客厅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女孩 放在沙发上的包 将近百来万的包 这可不是齐生 能送得起的 如果不是别人送的 那就是女孩自己买的 再看看房子的装修 女孩应该不缺钱 很可能还 是富家女 齐生虽然是长相极帅的那种 即便三十了 脸上也没有什么 柱指纹 说她二十也没有 可 像女孩 这样的人会心甘情愿 做小三吗 我转身看向女孩 你认识齐生吗 女孩点点头 认识 我们教授 你知道她有老婆吗 她猛地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说 什么 她有老婆 我点点头 是 我就是她老婆 女孩上下打量我一番 但她眼里除了探究 没有其他意思 我虽然比不上女孩 没有她年轻 皮肤没有她吹弹可破 但我长得也不差 保养得也很好 看着也像个大学生 只不过打扮得比较成 熟 所以一眼就能看出 是混职场的 女孩有些不相信 你真是她老婆 我把我和齐生的 结婚证递给她 女孩看完气得够呛 狠狠把结婚证摔在地上 抬脚就要踩上去 再看 了我一眼之后觉得不 妥 又捡起来还给了我 她面带歉意 急得连连摆手 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有老婆 我当时追 她之前问过她 她 说没有 而且她也带我 见过她爸妈 他们也没有说 什么 所以我以为她是单身 齐生爸妈之前 对我很好 但因为我以事业为重 告诉她们我 暂且不想 生孩子 从那时开始 她们对我态度转变 一直不冷不热 我知道她们抱孙心切 但那也不是让我 放弃工作的理由 不过 我还是对她们 心存愧疚 不管她们 对我如何冷淡 我都没太在意 可没想到 她们憎恶我 憎恶到了这种程度 才这么对我 女孩越说 小脸越垮 语气满是歉意 跟自责 我笑笑 我知道 我第一眼就看出 你不是会破坏 别人家庭的人 说真的 除了那些三观不正的人 谁愿意知三当三 那可是要一臭万 年的名声 女孩有些义愤填膺 我这辈子最讨厌小三了 说着脸又垮了下 来 可没想到我静 当了小三 她这样的小女孩 真的让人讨厌不起来 我摸摸她的头 是齐声骗了 你 你不用自责 我和女孩聊了将近半个小时 女孩叫安雅 刚十九岁 是一名大二学生 齐声是他们的代课老师 因为齐声为人温和 待人温柔 长得还很帅 所以在学校很受欢迎 齐声刚到这个学校不久 她并没有跟别人说过她结婚了 所以没人知 到她已婚 和安雅短暂地相处 就好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很快就结束了 安雅是个好女孩 以前的齐声也是好老公 可她出轨了 爱她吗 我确实还爱 可我不想和她走下去了 我这人心比较小 还特爱计较 如果我选择继续跟齐声在一起 那我 肯定会每天胡思乱想 齐声今天在干什么 是不是又在跟别的女孩子 在一起 我不想整天疑神疑鬼的 更不想变 成怨妇 如果齐声真心喜欢安雅 想和她在一起 那我愿意成全她们 我并不是什么圣人 但我还挺喜欢安雅这个姑娘的 而且从跟她的聊 天中不难发现 她已 经对齐声情根深重了 我不想看她这么小的姑娘 遭受本不该承受的东西 所以我选择做个好人成全他们 齐声培训回来后 我立马跟她谈了离婚的事情 她不解 为什么 看她这个样子我突然笑了 我是笨 但我不傻 她是觉得我这辈子都 发现不了吗 我问她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她摇摇头 不知道 我说 你出轨了 齐声慌了 她极力解释 不是 老婆 你相信我 我没出轨 是那个 女孩一直单方面馋 这我 我就和她吃过几次饭 后来她确实跟我表白了 但我没同意 我没想到 齐声竟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天安雅给我看了 她和齐声这几个月来的照片 和聊天记录 安雅是很主动 但齐声也是 他们聊天的所有骚话 所有要一起约 会 开房 都是她掀开 的头 这还叫安雅单方面缠着她 我觉得 齐声能这么主动 她应该也是爱安雅的 可现在 她却诬陷安 呀 这让我有些看不透 齐声了 如果说我之前 对齐声还有一丝不舍 那现在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我不想再跟她纠缠 站起身冷冷地说 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齐声拍着桌子怒吼 我不同意 我冷笑一声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齐声 你出轨了 我不可能当作时 什么都没发生 我这人从小就骄傲 还好面子 不允许我的人生 有污点 这已经算一 够了 我不想再让她 继续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可齐声说 哪个男人不好色 作为妻子的你管不住我 那就是你的责 任 你该反省你自 即 而不是选择跟我离婚 我没想过 齐声竟会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 听他说这些 我真的很想笑 我怒火丛生 你觉得我管得住一只 想吃屎的狗吗 他很明显怒了 但他只是吃笑一声 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拿出手机 打开一段视频递给我 视频刚一打开 就是让人很羞耻的声音 可看到视频里的主人公 我全身血液凝固 大脑一片空白 视频里的主人公 是我和齐声 视频清晰 露骨 让我浑身汗毛竖起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你什么时候拍的这些 齐声笑得温柔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 如果你不想这些 视频传出去 那就 乖乖听我的话 我们不离婚 你还是我的老婆 但以后我爱干嘛干嘛 你就装作什么都不 知道 我知道你好面子 我也 是 不希望把这件小事闹大 齐声是真的了解我 所以才抓住我的弱点 威胁我 我心中惊恐 这环 是和我从小 一起长大 齐声吗 不知他何时变成了这样 或者他一直都这样 只是我从来没有发现而已 齐声温柔体贴 会做饭 会洗衣 会打扫卫生 是人们常说的 别人家 好老公 好儿子 以后还会是好爸爸 结婚前 我和他在一起那么多年 他从来不逼我 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是 是顺我 事事依我 和我有关的事情 事无巨细 亲力亲为 结婚后对我更好 他会记得我每月的日子 提前几天 每天给我泡红糖 水 还会在我心情部 好的那几天 想方设法地哄我开心 在我说暂时不 想要孩子的时候 他爸妈冷着脸教训我 他却护着我 支持我 可这么好的他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的心如坠冰窖 我不敢相信地说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耸耸肩 云淡风轻 人总是会变的 是啊 人总是会变的 曾经那么温柔 那么好的一个人 都变成了这 呀 还有什么不会变 那天和齐生的谈话 不花而散 他威胁我说 如果我告诉别人 或者报警 他就跟我鱼死网破 把我的视频 发到网上去 他还说他最多 就是被抓住 批评教育一顿 再多关几年 可我就不一样 现在的网络有多 发达 他即便是在一个不起眼的网站 发的这些事 频 那这些视频 就会被快速传播 说不定 会传到认识我爸妈的人手里 到时候 我爸妈该要如何做人 我爸妈虽然跟着我哥去了国外 不一定会看到这些 但他那些朋友要 是看到了 我爸妈还 要怎么活人 我想都不敢想 我承认我怂了 如果是以前的齐生 我还会奋力反抗 可那天的齐生 就跟疯子一样 我一 正后怕 不过我没有坐以待毙 我去找了齐生的父母 我觉得正常人的父母 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孩子走上歧途的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是 齐生爸妈默许的 安雅并没有骗我 齐生父母见过他 他妈妈还得意洋洋地说 你不想给我们老齐家生孩子 我们总不能为 论你段子绝孙 你 不生 有人生 我从来没说过 不生孩子 只是不想在我事业的上升期 生孩子 我理解他们 可他们不理解我 我错了 错得离谱 我就不该对他们有所期望 也不该来找他们 我只是个女人 血肉之躯 会受伤 会难过 我回到家大哭了一场 回想和齐生在一起的 这么多年 那些快乐的回忆 被他尽数摧毁 我现 再只觉得他可怕 不过哭过之后 又我重新振作起来 我不想就这样被他们打倒 更不想被他们拿捏 我再次遇到了安雅 其其实准确地来说 是我专门找的她 姐姐 好巧 安雅这句姐姐 让我有些恍惚 原本按照我的计划 这次找她 应该是告诉她 我和齐生离婚的消息 可 如今我却要劝她离开 齐生 告诉她 齐生并不是她的良人 可如果我说了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信我 我摇摇头 不巧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她疑惑 找我 我拉她坐到咖啡厅的一个角落 就在我还纠结着 如何开口的时候 安雅先开了口 姐姐 我跟齐生分 守了 我一愣 嗯 为什么 她真的很差劲 说着 安雅从她的包里 掏出很厚一摞照片 上面是齐生和各色女孩 在一起的照片 连床照都有 我猛地抬头看向安雅 满眼的不可置 信 你怎么有这些 这些照片 是安雅无意间 在齐生的电脑里发现的 她看到这些照片后就 果断和齐生断了联系 我扶安雅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 安雅问我 姐姐你和齐生离婚了吗 我把齐生拍了视频的事情 告诉了安雅 她狠狠拍了一把桌子 义愤填膺地说 妈的死渣男 她竟然这样对你 安雅说她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渣男 我其实也没见过 可就是被我遇上了 安雅说她 帮我报复齐生 我摇头拒绝 她以为我对齐生还余情未了 我笑着摇摇头 不让她帮忙 只是因为这件事 我想自己做 我要让齐生知道 我不是好惹的 我跟安雅说了我的计划 我要出其不意地反击 这样齐生不仅没机会 抖出我的视频 也让 她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 她有些担忧地说 可行是可行 可要是不成功 把她惹怒了怎么办 我笑笑 不以为意 就算身败名裂 我也要拉上她一起 之前我担心的 是我爸妈的脸面 可昨天晚上 我给我爸妈打视频的时 后没忍住哭了 我从 来没在他们二老面前 哭得那么惨过 他们告诉我 不管我做什么 都支持我 前提是 不能让我受委屈 不然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想了想 是啊 我爸妈在乎的 从来不是什么脸面 而是我过得好不 好 开不开心 有梅 有受委屈 所以 我想通了 我不想放过齐生 即便身败名裂 我也要拉上她一 起 不知道是不是 齐生发现了什么 自那以后 她一直小心翼翼 我找人 跟踪她很久 一连几 个月 我都没有抓到 她什么把柄 直到某一天 我提前下班回家 发现门口除了 齐生的黑色皮鞋 还放这一双 红色的高跟鞋 地上是散落一地的衣服 而客厅的沙发上 有两个人 我没想到 齐生胆大到 都把人领回家里来了 我进门也有几分钟了 两人却一直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 压根没有发现我 我还愁眉她的把柄 这不就来了 我一如既往 和齐生生活 每天战战兢兢地 伺候她 就好像 我真的被她 拿捏了一样 然后 我一直在找 安雅给我的 照片上的这些女孩 把我的故事告诉她 们 询问她们 可不可以 把照片 打了马赛克发出来 大多数女生听了 和安雅一样 特别气愤 都同意帮我 但有少部分 不同意 我能理解她 们 如果是别人 要发我这样的照片 我也得想好久 我准备了很久久 终于到了 以齐生为主的 学术演讲活动这天 我准备 好去学校 揭穿齐生的 真面目的时候 安雅却退缩了 不过不是她害怕自己 而是担心我 如果我们没能 一击搞垮其生 那会惹怒她 到时候我 的视频 蒸发出去 就彻底完了 不到三个月的 相处时间 我发现 安雅是个帅真 敢爱敢恨 基本没神 那么新眼的小女孩 索 以她才会为 认识不久的我着想 我真的很感谢她 我躲在人群 看着台上那个 被众人捧上天的 齐生 她在台上 闪闪发光 笑得很开心 这个人 我曾经爱到 无法自拔 可如今 我却厌恶到想吐 齐生 没能笑多久 安雅还真是胆大 直接冲上台 拿过话筒 在齐教授演讲之前 我给大家看点好东西 说着 打开了她提前准备好的东西 是一个几分钟的视频 视频里是 齐生和各种女孩的床照 上面的所有 女孩被打了马赛克 根本认不出来 而齐生浑身上下都是裸着的 被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视频的上方还写着 我们都是被齐教授伤害的 无辜女生 我们要为自己 讨回公道 看到这些 台下一片哗然 众人议论纷纷 卧槽 这上面是不同的女生 这得三四十张 那不就三四十个人 我的天 头皮发麻呀 没想到 齐教授是这样的人 简直是衣冠离寿 谁说不是 看他平时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没想到会这样 天哪 细思极恐 太让人头皮发麻了 齐生看到这一幕 冲上去就要关掉视频 被突然冲出来的几个人高码 大的男同学给阻挡了 看着齐生逐渐苍白的脸色 我心里一阵舒爽 原本都是骂齐生的 但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 你说安雅是不是 也被齐教授给霍霍了 肯定是 不然他出什么头 下面的言论越来越脏 虽然安雅性格大大咧咧 但到底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没经历过太多 尤其这些杀人诛心的 言论 他怎么能承受的了 我料到会是如此 所以我瞒着他来了 看着安雅越来越惨白的脸 我很是心疼 多好的一个女孩子 就这么被齐生给毁了 迎着安雅和齐生错愕的眼神 我走上台 我无视掉齐生 对着安雅笑了笑 大家好 我是齐生的老婆 今天这件事是我拜托安雅来的 因为如果没有她 我根本没 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 也根本没机会 抖出齐生的这些破事 这话一出 台下直接炸了 我的天哪 齐教授竟然还有老婆 他有老婆 还干这种事 真踏马渣男啊 然而言论再一次转变 我觉得他老婆 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然他老公出轨 他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我也觉得 我觉得齐教授这样 有一半责任都是他的 对对对 一对变态 真踏马恶心 在我即将成为众矢之地的时候 我把准备好的录音打开 是那天齐生 威胁我的录音 是的 我录了音 那天也是凑巧 因为我之前的录音笔坏了 就新买了一个 在跟齐生 谈离婚的前一秒 我还 再是录音笔 我以为我关掉了 可没想到没关 掉 所以才录下了这段对话 这录音 还是我昨天发现的 不过光凭录音 很难让人相信 因为毕竟 现在有个职业叫配音 台下又开始出现怀疑的声音 照片可以辟 声音也可以配 我们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故意陷害齐娇 瘦 一人开口 众人起哄 我只笑笑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视频 依旧一样 女生打马 齐生全裸出镜 视频一打开 就有人眼尖地发现 这是齐教授家客厅 你怎么知道 那个人拿出手机 打开齐生的朋友圈 你们看齐教授发的所有朋友圈 基本都是这个地 方 他还配文说 我家客厅 齐生可能怎么也没想到 他爱炫耀的这个毛病 成了杀死他的戾气 一时之间 强倒众人推 那个被捧在云端的齐生 被众人狠狠摔在了地上 齐生无助地看着我 可我没有理会 带着脸色惨白地安牙走了 和齐生办离婚手续那天 他跪下来求我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 感情的面子上 你不 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一脚踢开齐生 冷冷地说 当初你拿着视频 威胁我的时候 你顾及过 我们多年的感情吗 齐生因为影响恶劣 被学校辞退 没有其他学校再愿意要他 他暂时 没了收入来源 其实 我还要感谢以前的齐生 为了表示对我的忠诚 签订了一份婚前 协议 其中有一条事 他如果出轨 就净身出户 可能他当初也没想过他会出轨 但事事无常 我没有那么心狠 在他净身出户后 给了他一万元 如果省着点花 也够花一阵了 我说过 我不是圣人 我不可能在他那么对待我之后 还顾及着他 那天齐生的父母也来了 他们哭着喊着求我 这一切 齐生爸妈是知道的 子不教 父母之过 所以他变成现在这 样 有一半的功劳事 他们的 我从头到尾 没想过要伤害谁 也没想着要去报复谁 只希望大家都可以平淡淡幸福的生活 这都是齐生逼我的 如果我不反击 那我真的对不起自己 更对不起曾经那个深爱着齐生的 自己 其实最无辜的是那些 被齐生伤害过的女孩 她们都还没有步入社会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会给她们带来多大的伤害 相信不用我说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她们该道歉的不是我 而是那些女孩子 离开齐生的我 事业顺风顺水 一路向上 很快我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但离开我的齐生并不好过 找工作处处碰壁 这天 我下班的时候看到了在街边发传单的齐生 她精神很不好 胡子拉叉 看着很不开心 原本我不想理她 但她看见了我 我走过去笑着说 好久不见 齐生面色尴尬 善善一笑 好久不见 我又说 那你忙吧 我走了 我走出几步 齐生突然喊我 叶琳 我扭头看她 嗯 她说 对不起 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 把视频发出去 我愣了几秒 我不接受 说完我不管 齐生难看的脸色 转身就走 如果我接受了 齐生的道歉 那她心里会好受很多 可她的道歉并不能 抹去她带给我的伤害 我说过 我不是圣人 所以我不接受 我心情甚好 横着哥往家的方向走去 在我家楼下 我看到了很久不见的安雅 她看到我跑了过来 蹦蹦跳跳地像只小兔子 看来她好了 那天给安雅带来的伤害很大 她没想过 大家一时之间会把矛头指向 她 听着那些谩骂 她 顿时慌了 因为从来没遭受过这些 她差点没承受住 一连好几晚做噩梦 梦里都是对她的谩骂 我还为此请假 陪了她好几天 天天开导她 安雅开心地喊我 姐姐 我问她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找你呀 找我 安雅笑着说 我要对你负责 我一脸猛逼 你在说什么 是我不小心破坏了你的家庭 所以我该对你负责 我无奈 有些失效 这不是你的错 安雅有些难过 可这件事全是因我而起 是 安雅确实是齐生出轨的开端 是她在安雅这里尝到了甜头 故此 阿辉变得不满足 想更 多的刺激 可这并不是安雅的错 齐生说 这些只是想给自己犯的错找借口 想为自己开脱 不管那天撩拨她的人是不是安雅 她都会出轨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单单是出轨这件事 而且对象还是安雅这样的女孩子 那我能接受 可齐生拿视频威胁我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 安雅说 离开我后 齐生并不好过 她颓废了好久 喝醉了天天喊我的名字 我问她 那她怎么突然好了 安雅贼嬉嬉一笑 我说她成了亿万富翁 你就会回到她身边了 我笑着说 就你聪明 安雅不像我 心软 还会给齐生希望 我就不一样 我虽不会害人 但谁让我不好过 我也不让谁好过 那天安雅把她小叔介绍给了我 她小叔温文尔雅 一表人才 按照以前 其他各个方面都很符合我的要求 只不过我才刚被人伤害过 心底那根刺拔是拔了出来 可还是落下了 八 我不想这么快就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所以我拒绝了她 一个人的日子 除了孤独点 其他都很不错 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而活 后来有一天 齐生找到我 哭着说 我错了 我笑着说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那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我大笑 你再跟我开玩笑 那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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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